港股继续回远,行指问别25000关,以24951点报收,跌98点,是第四个交易日下跌,四日共跌762点。大家不会忘记,在这四日连跌之前,增有过年升七个交易日的记录,该次由24763点起步,升至25713点停止,共升950点。 为此,投资者很自然的有两个问题要寻求答案。一是连升七日后会否连跌七日,因现在已连跌四日,是否还有三日跌?另一个问题是,上次连升前的起步点24763点已非常接近。 现指差188.22,若计及昨日的低点24869点,则所差更收窄到106点,是否会将七日只得一次过洗白,抑或衰到要跌突为止? 从技术走势看,行指24763点能手与否,将是关键,所以今日大使若好有还不振作?上冲的努力将告抛汤。 自然,大家也预留了后退的空间,那就是2450点。 他昨日收市指数24951点还有451点之遥。 无可否认,市场气氛是平淡的,唯一的期盼是早日宣布逐步通关。 昨日所见,通关受惠板块有多少炒作,包括豪赌股,零售消费品股,大湾区公路股等等。 相信大家也明白,通关是有条件限制的,不可能一次就全部放宽。 要旅客马上自由来往,机会不大者也,故通关受惠股钱常上可,大幅拉升可能性不大。 现时,来11月底只有6个交易天,如果这6天仍然是闷局,则11月份是跌市的机会又大增了。 11月要摆脱跌市的威胁,行指要升至25377点之上,它现指数约40点。 从成交额看,大市的动力一样,昨日成交1292亿元,较上周五少73亿元。 电动车板快成为昨日的最大亮点。 至于能炒多久,难估议。 电动车板快成为昨日的电动车板和动车板交参照。 电动车板放到二十一地里。 电动车板快成为大量。 电动车板和濃电动车板エola。